台南市長賴清德 請跑新北也不過是去年的事 今年又有一堆工作等著他 表態不選新北市之外 是否可能接任格魁 台南人的期待 我們的台南市長如果可以組閣的話 那當然是我們大家的期待 也是我們大家覺得 非常有榮幸的一件事 賴介格魁說生肖成上 那麼綠營新北市誰選 又成為另一個棘手難題 因為新北市一直是綠營的艱困選區 朱里倫副手侯友宜 直接出征2018態勢明顯 黨內要賴清德出來搶下攤頭寶的 實在呼聲不小 縱然他表態不選 但面臨黨內壓力 他擋得了嗎 民調最高的選 所以大家知道現在所有的民調 當然在新北市大家都是認為 就是有那個賴清德市長是最高的 綠營猜選新北市的口袋名單 立委羅志正 吳秉睿 接連捲入桃色緋文中 民進黨大佬游錫坤 蘇貞昌又表態不參選 賴清德成為最佳選擇 他如果要選新北市長的話 他應該找表態嘛 但是他一直說讓我們黨內優秀的 在地的人才先選 那當然就是說最後如果大家希望 徵召他出來 那個時候再看看狀況 那至少現在他沒有表態說要去爭取 新北市長這樣子一個位置 青睞人士透露賴清德現在的心境不在選舉狀態 要他參選新北市長必須要極具說服力的理由 賴清德的下一步不只是他個人 更事關政府整體人士以及黨內派系進和 賴清德的每一步都充滿壓力 黃韻新聞 林志鵬 黃韻成 台北報導